其實不管是謝長廷這一次的香港會議 或者說接下來的華山會議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蘇貞昌跟謝長廷兩個人 PK的意味還蠻濃的 你怎麼看他們兩個人的進和 那麼謝長廷有沒有辦法 靠著說我現在這段時間 這樣子努力的深耕 兩岸關係重回權力核心 我覺得謝長廷他PK的對象 不見得是蘇貞昌 因為其實我們知道其實現在 假如說沒有意外的話 下一次民進黨總統候選人 還是不會出脫就是蔡蘇席三個人 但是這三個人裡面 最不可能的還是謝 就是說因為他有了之前 選輸這樣的例子 他就是總統候選人敗選 而且他其實 雖然我很敬佩他 他不斷的倒下來 能夠不斷的爬起來 但是說實在下一次 他要再出來的機會 真的是沒有這麼大 但是我覺得 他至少會期許 自己扮演一個角色 就是說不管是謝出現 或是蔡出現 在兩岸政策這一塊 都一定少不了謝長廷 就是說謝長廷都必須是 他們拉攏的對象 都必須是在他們這個團隊裡面 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所以說我們回到剛剛 很前面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謝長廷回來 會不會被大家大肆抨擊 說他這次怎麼樣怎麼樣 之類的 我覺得說不一定會 因為他現在建立起他的這個形象 就變成說各個有實力的 民進黨內有實力的人馬 都可能不願意與他為敵 因為與他為敵的結果就是 他建立起來這個管道 可能就會另外一方所用 就對長期來說 謝長廷他不一定就是說 把誰當作假想敵 他現在的目的是代價而估 變成誰的朋友其實是比較重要的 當然假如說 他真的能夠逆轉那個聲勢 然後就是說 讓他自己變中後選 當然是最 我覺得他現在的情勢 其實有點像是1998年 前後那時候徐姓良 他有點孤注一擲的感覺 就是說 我現在反而我就是壓這個 然後民眾買不買單 黨內買不買單 大家來說 因為其實對他來講 他沒有什麼好輸的 因為他早就是一個 宣布退出政壇的人 現在就看他有沒有辦法靠著兩岸 這個東西回到政壇 其實不論如何 我們都希望說 他們可以靠著 可以這個兩岸溝通 可以真的為我們的台灣人民 帶來一些 真的實質上的一些好處 一些幫助 的確是這樣 是 謝謝光影幫我們做的分析 謝謝